嗨 大家好 我是平民百姓 現在為大家測試的是 奧丁強化傳承的功能 可以知道隊伍當中 只要有一隻北歐加上一隻奧丁 五十幾以上的 就可以使用強化傳承的功能 但是如果你有兩隻北歐會出現什麼樣的情況 我們現在在為大家測試一個 一個這個情形 你可以看到我先點一下這個 暗屬性的 洛基的部分 強化傳承暗 可以看到有出現的 再來看提爾的部分 強化傳承火也出現了 再點選奧丁 理論上會有三個選項 可是實際上只剩下火而已 我猜大的順序是從 隊長排到隊友 按照順序排下來 這個部分就不是很了解 所以如果要點選強化傳承 當中有兩個雙北歐的話 建議是直接點北歐來做 做轉換的功能 現在為大家測試一下 我先把符石強化按掉 火的部分 可以看到奧丁變成強化傳承暗了 這個部分還是有的 至於像這樣的功能 看起來似乎是沒有用 其實應該還是有啦 就是假如說你的隊伍配的是 木遊搭起 然後隊員 裡面有雙北歐加奧丁就用得到了 或者是日月雙狼搭配 雙北歐加奧丁 這樣應該才有機會用得到 至於還有沒有其他的配法 應該網友也蠻多的 搭配如果有 有特殊的想法可以幫我在留言裡面 留言出來給大家分享一下 但是 基本上我剛說的 木遊搭起配或者是 日月雙狼的話 空間限制上可能是最主要的問題吧 因為奧丁的空間就佔35格了 然後日月狼的話佔30格 北歐又佔13格 這個出來的話 可能等級要練很高才有機會使用這種隊伍 而且你要這樣的卡片才有辦法使用 以上這個測試給大家分享 謝謝大家 有一些特殊卡片配法也可以幫我留言一下 謝謝大家 掰掰 拜拜